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外看中国》,我是郝一博 听说上礼拜有个老外朋友在北京骑车发生了车祸纠纷 和这位逃赔偿的大妈在路边僵持了一阵子 很多网友说,这位拽着小伙子不放的大妈是碰瓷 碰瓷就是一种摔倒片钱术 照片里这个小朋友就是在楼下玩的时候去扶了跌倒的老婆婆 结果据说后来老婆婆都住进她家要求赔偿医药费了 那也有报道指出,这位外国人是真的有撞到人 而且她除了无牌驾驶外,事发后大概被大妈和围观的群众逼急了 也说了一些粗话 不过,不管这位大妈是不是真的像电影《Unbreakable》里的Samuel Jackson一样脆弱 这边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出门在外,除了固执停止呼吸外 也要多多注意交通安全 除了这位在照片里看起来一脸无奈的小伙子外 最近还有一张照片引起了中国网友们的关注 就是这张中共解访人员比出胜利手势和罹患癌症访民断心得合照的照片 据媒体报道说拍下照片是访民的太太相较于照片里解访人员得意的模样 她表示自己是哭着拍下这张照片的 他们夫妻俩是在段新德几年前被自来水公司打伤以后就开始一同上访 然而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理结果 目前当地信访局局长已经承认照片是真的 但他说这些解访人员是因为听到段新德病情好转后 才高兴地拍下这张照片 不过我们采访到了段新德本人 他却不是这么说的 其实就算他本人没有出来说明 用天朝官员以外的逻辑去思考 都可以得到差不多的推论 今天又不是和王妃合照 就算是病情好转了 哪个正常人会搂着一个癌症病人比出胜利手势 再看看段新德的表情和身体有一点畏缩的姿势 哪里让人觉得有开心的感觉 当然上方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和大家谈过 是一个中共在宪法里富裕民众 但事实上几乎是完全不让你行使 也解决不了问题的一种权利 所以有时候看到网友留言说 我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说我们节目很喜欢黑中国 其实看看这些冤屈无处可生的访民 好像让人有一点感叹 在现在的这种社会环境下 到底是谁在黑中国呢 那最近除了常常被访民写在布条上的周永康 康师傅传出被下架的消息外 央视制品人王清雷被停止的新闻也引起了一阵风波 有篇文章标题写 不要等到被宰割才呼救 我觉得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特别是现在中国这个环境 可能都已经不是被宰割才呼救的问题 而是被宰割了呼救都没用 或是被宰割了还要觉得我被宰我光荣 但并不是这样说就没有希望 只要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能了解真相 看清现在中共当局的本质 然后外国人也能更多的关注中国人的人权和民生 我想这段只能苦中作乐的日子也不会久了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一样 欢迎大家到这些地方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